Frau forever Čau 是XIN Chow XIN Chow 今天來到我們的day5行程 day5的行程 第一 當然是去酒店的泳池打卡啦 我們就住在上面 樓下就是一個這樣的 露天大泳池 越南真的太曬了 所以我們決定在酒店 吃完午餐才出去 然後就在酒店餐廳點了一個 room service 其實我們點了總共六樣東西 然後也是二百多港幣 非常之划算 因為真的太熱了 想涼一下冷氣 之後吃飽飽才出去 所以現在吃飯 這條是一條很喜歡的裙子 然後是他們贊助給我的 然後剛剛我就打算燙 我燙了個洞 有點不開心 一會兒他們拍的照片全部披走 我們現在就走去 Grand World 其實住這間酒店最正 就是 Grand World 來我們酒店只有七分鐘的路程 真的在我們酒店後面 一走去後面就見到他了 所以我們車都不用搭了 本來還打算有個chute bus 好像昨天一樣可以搭車 但真的方便到爆 現在走過來就是 幸好我們沒有剛剛出來 剛剛太陽直接在我們的頭殼頂 出來一定曬到熟了一個人 到了這個就是Grand World的入口 現在進去Grand World Grand World其實這裡超級大 有幾邊的 那邊就是一個無房 一個威尼斯人的運河區 然後我後面就有一個藝術公園 然後我現在走進去 就是講越南文化的地方 然後去看一個越南show 我們現在後面這個就是Grand World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很新開幕的一個地方 這個圓區是模仿著意大利的威尼斯 那它有些彩色的屋仔 也有這個河 它就會有一些公多拉的船 那如果你之前開始看我youtube 那應該知道我是真的有去過意大利的威尼斯 那些公多拉船我想有七成似 但是那些顏色和質地就不算好似 那對比起如果你說真的模仿威尼斯的地方 好像在澳門的威尼斯人 那我覺得這個是逼真很多的 因為它這個起碼是露天 還有它真的有搭到一些橋 是真的好似意大利的威尼斯 去過意大利威尼斯 是會覺得意大利威尼斯吸引一些 因為它有種古城區的感覺 那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色彩繽紛的感覺 就很適合女者來打卡 我覺得在這裡是會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那在這裡呢 除了可以搭公多拉 做這個威尼斯的體驗之外 這個地方呢 還結合了越南最大的竹屋 也都隔離一個叫Teddy Bear Museum 那應該我猜就是看 熊仔的一個博物館 那而且呢 這裡晚上最棒的是 它有30分鐘的一個水上表演 那我們現在就打卡 然後晚上就來看show了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Teddy Bear Museum啦 它這個Grand World的門票呢 是會包著這個Teddy Bear Museum的門票的 超大的熊仔 大家來到這個門口記得要拍照 如果喜歡熊仔的話 講到慶高采烈 如果你都有興趣去過呢 很簡單 現在只要上KK Day App就可以買到門票啦 現在就進了這個Teddy Bear Museum 這個Teddy Bear Museum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這裡可以看到不同Teddy Bear的展品 或者是公仔的 剛剛有些是佛的Teddy Bear 有些是美人魚的Teddy Bear 這裡整個罐其實有500隻Teddy Bear 如果你喜歡熊仔的話 你會很開心 不過我內容不算是空間很大 我想大約預留15至30分鐘已經夠了 剛剛在這個Teddy Bear Museum走出來呢 就看到這個粉紅色的天 哇 超美 然後它住在這個位置呢 這麼多彩色屋 它整件事是很不真實的 拜拜啦 紅仔 下次再來探你啦 敬區戰大家5至6點 一定要來這個河邊啦 看這個這麼漂亮的日落 就在這裡啦 剛剛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哇 陳語端要學駕駕駕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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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鏡頭說嗨啊 嗨!不怕 Let's go 這個電單車是10萬元 租給我們5個小時 OK!Let's go!Let's go!Let's go! Woohoo! Woohoo! 這個就是我們的酒店 哇! 厲害啊 哈哈哈 這個真的好爽啊 夠美 超級好玩 話說我們剛剛租了一家綿羊仔來家 當然Yvonne超開心 我這次的這家綿羊仔 是整個越南行程的highlight 各位 富國島女車手 YES! Yvonne Chan! It's me! 神經病 現在剛剛走進來這裡 就是越南最大的竹屋 我認為這個位置是很需要拍照的 我想應該有整個博物館這麼大 你看看 這裡其實就是介紹一些越南文化的東西 它有說到這些竹的禮物 然後用什麼竹 用什麼來整這些竹屋 我想說你一摘這個計 被認為是東南話女生的機會率是100% 神經病 用直接用越南話跟她溝通 好像是外的 你說什麼 究竟你是哪裡來的 問香港 剛剛看完這個 Quintensens of Vietnam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是不錯的 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在戶外 然後你就會覺得有點熱 但是買杯飲品 坐一坐都沒什麼 因為晚上又不算很大 它這個show 其實主要就是用一些越南文化去包裝 然後有些光影 有水 然後有跳舞的元素 大約它就是九個字 其實整場show是不悶的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show 晚上走完Grand World 然後拍完相片 其實是可以來看的 半個小時之後 就會在河邊有一個威尼斯的夜晚show 有煙花的 有光的 好像是類似的 聽他們說是很好看的 我們現在就繞一下風 就搭伴去看show 還有兩天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如你先說些違言 不如 鄉親父老 現在我坐在身後 我這樣也十分擔憂 Let's go baby Let's go 我其實很緊張 我會玩一些挑移 我會這樣害怕 有沒有指引我去哪裡 你跟著這條路 你見到這條路 你見到這條路寬闊 走到這條路 安全帝好不好 好 你好啊你 你有天分嗎 有天分 嘩 嘩 這裡是夜市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當然這裡在Grand World 一定貴一點 我們純粹是開這輛電單車 來客人 看看 巡視一下業務 赤製 剛剛體驗完駕車 一路駕車 一路駕車一路用這個 INSUS360的Go Free拍片 我還專地放在車上 因為它紀念我第一次成功學懂 如何在越南駕駛這條電單車 然後剛剛拿完之後就發現已經沒有食物 幸好這個Grand World這裡有一個夜市 然後就有些食物可以給我們吃 現在就要在這裡吃這個富國島最後的晚餐 這個就是兩條香腸 一條是6元港幣 其實來到這裡是吃了幾天的餅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 吃完東西之後就駕這個電單車 去了沙灘 究竟這個沙灘是人工沙灘還是真沙灘 但是為什麼這裡沒有人 不如我們過去跟他跳舞 在他面前跳幾天 好玩 此前這裡簡直就是度假的地方 這個海是一陣一陣一陣的 對 這麼有趣的 它應該現在是上了一點的 就是它早上會退潮應該是下跌 好有趣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一陣一陣的 嘩 字幕影哲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書囝方式